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 雷蒙德·卡弗的《这么多水离家这么近》 这部短篇小说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部作品的作者 雷蒙德·卡弗 雷蒙德·克勒维·卡弗 是一名美国作家诗人 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卡弗1938年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 在华盛顿州长大 1988年罹患肺癌 在华盛顿州去世 卡弗家庭十分贫寒 他的父亲是剧牧场工人 渔民也是一个酒鬼 他的母亲是服务员和商店销售员 1956年 卡弗在本地高中毕业 1963年 他毕业于加州州立大学 红宝分校 在这之前和之后 他还在加州州立大学 西科分校 及萨克拉门托分校 爱荷华大学 以及斯坦福大学学习过 高中毕业后 卡弗成为一名剧牧场工人 他艰难萌生 长期从事各种辛苦卑微的体力工作 包括餐厅清洁工 医院守夜门卫 送货工人 仓库搬运工 加油站 加油员等等 他同时挣扎着进行文学创作 他妻子则做推销员 服务员 中学教师等工作 帮补家用 1970年 他成为一家协会的教材编辑 和公关主任 这是他评生第一份白领工作 从1971年开始 他曾在加州大学 圣克鲁兹分校 及伯克利分校 德州大学 埃尔帕索分校 以及纽约雪城大学任教 卡弗跟他父亲一样 深受酗酒恶喜的困扰 根据作者本人的回忆 有段时间 他和另一位著名作家 契福 在爱荷华 创作极信云执教的时候 两个酒鬼 喝酒第一 教书第二 至于写作 则根本没有发生过 高中毕业的次年 19岁的卡弗 与刚从一所教会学校毕业的 16岁的玛丽安伯克结婚 两人育有两个孩子 他妻子努力养家 支持他上完大学 然后自己再读大学 取得硕士学位 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但是 卡弗 移情别恋 1982年 与妻子离婚 并于1988年再婚 卡弗观察和记录穷苦大众的艰难事事 并以简洁 但深刻的文学形式 将之呈现给读者 他作品的题材 主要是美国来龄阶层的生活 尤其是 社会底层的沮丧 痛苦和迷茫 所以批评家通常认为 卡弗的作品 有两大创作特色 一是简约主义 二是肮脏现实主义 它影响了春上春树 书统等众多作家 卡弗1961年 发表了他的处女作 《愤怒的季节》 他创作了众多的短篇小说和诗歌 但主要以短篇小说为名 1977年 他的小说集 请你安静一下好不好 进入国家图书奖提名短名单 从而验定了他主流作家的身份 他曾经获得各种文学奖 包括五次欧亨利奖 及普尼策小说奖 美国作家约翰·厄弗戴克 将卡弗的作品 《我打电话》的地方 选入本世纪 美国最佳短篇小说 他的其他名篇包括 一件美好的小事 设身处地 替我想想 你是医生吗 以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这么多水离家这么近》等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么多水离家这么近》 出版过三个版本 而且相互之间区别很大 这里讨论的是第二个版本 也就是故事的简约版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克莱尔的丈夫斯图亚特 和其他三名男子 进山露营垂掉 他们来到目的地 在附近的河里 发现一具女尸 尸体被倒在河里的树枝卡住 停留在那里 一个人提议马上回去报警 但是其他三个人不同意 最后他们决定按计划 按计划安营过夜 晚上 斯图亚特将尸体拖到岸边 便用尼龙绳将其固定 从周五晚上到周日上午 他们吃喝 他们吃喝玩乐 钓鱼打牌 星期天 他们在回家的路上 报警 之后他们去警察局做笔录 斯图亚特很晚才回家 星期一早上 斯图亚特起得很早 八点过 他开始接到媒体的采访电话 非常生气 他把周末发生的事情 给克莱尔说了一遍 他们正在吃饭 电话铃响了 斯图亚特叫克莱尔不要接听 但克莱尔说 有可能是斯图亚特的妈妈打来的 所以坚持接听 当然是记者了 斯图亚特再次强调 自己是无辜的 没有做错什么 吃完饭 斯图亚特坐在草坪上喝啤酒 克莱尔心情复杂 突然将碗碟从台面上打落一地 之后克莱尔和丈夫一起开车 都风善心 他们来到一个路边商场 斯图亚特下车去买啤酒 然后他们来到野村区 坐在河边交谈 克莱尔质问丈夫 为什么需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钓鱼 丈夫回答说 别烦我 然后克莱尔提起 他姑娘时代 老家发生的奸杀凶案 斯图亚特说 克莱尔让他觉得越来越心烦 几天后 克莱尔通过报纸了解到 警察局已经确认出死者的身份 也了解到 次日将为死者举行追悼会 于是他约好美发师 给他做了头发 那天晚上 克莱尔独自在河发上过夜 第二天早上 丈夫出门前想和他交流 但他装着睡觉 没有搭理 给孩子留下一张便条后 克莱尔去车前往参加死者的追悼会 路上 他觉得一辆皮卡 似乎故意尾随他 后来 皮卡终于超车走了 他在路边停车歇火 过了一小会儿 他听见皮卡又开回来了 他关进汽车门窗 拒绝搭理那名男司机 那人表示 只是担心他遇到了什么麻烦 但克莱尔觉得 那个人眼睛盯着自己的胸部和大腿 不怀好意 克莱尔参加完追悼会出来 一个女人告诉他 新闻说 凶手已被逮捕 但克莱尔说 说不定还有帮凶逍遥法外 克莱尔回来的时候 看见斯图亚特坐在桌前 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 他突然觉得 儿子敌人肯定出事了 斯图亚特告诉他 儿子好好的 然后丈夫一饮而尽 说他明白克莱尔需要什么 说吧 斯图亚特揭开妻子的外衣 克莱尔自己脱掉内衣 与丈夫亲热起来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ees患来 您可以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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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谢谢大家